請你跟我講過 這道題目 營養師幫我們解答一下 我們來看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還有7到10公分的範圍 因為7到10公分的範圍 就是我們一代一代的看 我們這一代都比我們的爸爸媽媽 基本上平均高 因為我們營養好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數字往上拉 那補充鈣跟好骨本是對的 對 可是它不等於長高 它等於骨質密度變好 它是你密度變好了 或是鈣的補強 它跟長高不是都是基本的 會變成狀 但它不見得會變高 它也在幼兒期和青春期的時候 同時它會往就是長長 也會長寬 也會蜜這樣子 都會有幫助 可是問題是一個營養的東西 就是一個骨頭的東西 它不是單一因素 它是一個很多重的因素 小朋友要長高的基礎 先要有澱粉類 那如果你是今天澱粉類 一點點很多的蛋白質 蛋白質也可以作為熱量 可是會產生很多的酸 對小朋友來講 並不是一個好的一個狀況這樣 你的鈣補充 也許跟你的骨質有關 但跟高沒有關係 我舉個例子 你家旁邊的矮灌木 你把它橫切 哇 裡面實心的 叩叩叩敲起來很硬 竹子叩切起來 裡面空心的 裡面什麼都沒有 哪一個長得高 而且就算是它可以 這個骨質能夠幫助 但是其實你只要 夠量就好了 有一個研究就是說 好啊 我就在一般的食物以外 額外再給你補充 那個鈣片 然後鈣粉 隨便 那我們兩組比比看 我們看誰長得比較高 當然是也不會有差別 那比比看誰的骨質比較硬 有補的鈣的 的確有比較硬一點 好像1.8%而已 一天的牛奶如果300cc 你大概就可以把所有的鈣的需求量都吃到了 再加上的幼兒期 那如果再加上你飲食上還有攝取其他的鈣 再加上你去曬個太陽 其實你只要你鈣進去 你也是要吸收到骨頭裡面啊 你如果不曬太陽 沒有維生素低 那鈣一樣也是從便便排掉 我有一個問題啊 因為我是山東人 山東人 北方人通常個兒比較高 因為吃雜糧 就是比方說 麵食 麵 水餃 披薩類似的像麵包這樣 會不會運動完給他吃這種東西 會不會 對 太好了 對 非常有幫忙 YES 我的觀念是對的 YES 可以 掌控之中 這是你這麼長期來 最有智慧的一個問題 哈哈哈哈 他想看我兒子在想看 對 而且佩儀姐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 雜 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澱粉 都是精緻食物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要給孩子澱粉的話 最好連殼連皮 像我們剛剛之前講的 如果你要吃米 就吃糙米 你要吃那個麵 你就吃五穀雜糧麵 或者是你要吃饅頭 你就吃那種雜糧麵 或者是全麥麵包 你要把那個殼 那個皮都吃進去 那樣才對你的整個身高有幫忙 我們來看一下 身高絕對不是單一因素 這是我今天沒有教練 要上課 所以各位不用背 各位同學就不用背了 好 謝謝 你知道跟身高有關的因素 這麼多種 從上面到下面這樣 像十幾二十種對不對 你有可能每一種 你都去 都去一個一個挑出來 做成吊丸跟你吃嗎 這都有點超過我們想像 我們想說長高不夠這樣子 我會身數低我們知道 A也有關係 A有關係 現在心不是壯陽嗎 缺性 欸 我還不長也有關係 像缺鐵性品學的小孩 也很糟糕 所以它如果鐵質不夠 它身高也會受到影響 還有一些你們看不懂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 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 都把它做成藥丸 膠囊 蓋片把它吞進去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均衡攝取各式各樣的食物 長高這件事情可以看這個 就是手啦 手的這個古靈的這個板 你去照個X光 好就可以看 譬如說你現在假設 實際上是14歲 可是你的這個古靈板 可能才12歲 就表示你還有機會怎麼樣 長高 那我們在營養的部分 我們也許可以去做些 什麼樣的加強 去調它的飲食的部分 讓它再去抽 那也許你今天14歲 但是你照出來就已經15歲了 講實話 它已經古靈板快要 已經合完了 你要長高的那個 就沒機會了 對 那你說你再給它補什麼補什麼 基本上就是憑著我們的良心 就是會比較不太介意 就是營養均衡就好了 再來孩子再往上 繼續的長高一點點 對 要問問大家 像是國小的小朋友 每天只要睡8個小時就可以嗎 對 還是錯 精準喔 好 八個小時 只要8個小時嗎 來 圈插 請選擇 圈圈插 後面全部插 來 佩儀 我們貝克有一個同學 哇 她好高喔 她是我們這一票T足球 她最高 我就問她媽你給它吃什麼 她說佩儀我真的沒有 就是但是我覺得 她唯一為什麼她兒子 她兒子會那麼高 她9點半絕對上床睡覺 10點一定讓她兒子入睡 然後早上就是 正常該起床的時間 她就帶她出去 散步或跑步 就這樣 她現在已經才9歲喔 她已經快160 哇 真的很離譜欸 所有的同學都只有到她這裡而已 可是她真的很高 可是很棒 很強壯 太高了吧 要小四 要升小四 那妳有問過她爸爸幾公分嗎 她爸爸跟我老公一樣高 蛤 我不騙妳 所以她就是變成我們大家學習的 因為她兒子很強壯 很身體 媽媽跟我一樣高 我兒子如果沒有跟她兒子站在一起 我兒子算是非常優秀 可是一站在旁邊她講話就是 我兒子只有到這裡 因為差了十幾個 對 對 只差幾個月喔 所以我就要說效仿她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什麼都不重要 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牆著好像沒有近視野 皓然妳的孩子 都跟妳的孩子混在一起 真的 妳知道嗎 我女兒暑假 晚睡到凌晨3點 啊 這是藝人的生活 對不對 她晚睡到我會罵她 你知道她那天跟我說 我有時候會從我房門 看她的房門燈亮了 她那天竟然怕我罵 她拿黑色的衣服塞住門的縫 她這麼聰明喔 對 因為我個人是只要超過八小時 我就會頭暈了 我就會頭昏睡太久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應該八小時夠了 那 仙怡妳以前都睡幾個鐘頭 小時候我其實都沒有九點十點上床 妳在幾點上床 我都大概十一二點 那睡到幾點 我就說那種 我覺得聽他們講 我覺得我都是吃那種垃圾食品啊 看電視 我覺得我爸媽太重了 所以妳看 所以現在158 難怪 這都是環境造成 所以妳158就標準 妳沒有加7 就在這裡了 來 黃醫師 這一道題目 來 答案應該是 錯 錯 大個小時不大個小時不夠 不夠 真的要九個小時嗎 我這個表呢 可以顯示了 每一個不同年紀的孩子 應該睡的時間 想長高就要這樣睡 出生嬰兒 這個時間範圍比較大 我通常都跟大家講說 我的下限是12小時 至於三到十一個月嬰兒 這好複雜喔 但總之就是晚上大概可以 連續睡9到12小時 再加上白天幾個午覺 那就超過啦 那就超過大概到16 14到16左右 都很長 對 都很長 那1到3歲大概12到14小時 3到5歲大概11到13小時 這麼長 5到12歲大概是 10到11小時 我小喔 對 小6以前耶 所以大概是10小時 10到11啊 所以你像看如果你的孩子 每天早上七點鐘要起床的話 那你九點鐘 應該是八點半就把它放下 你老大 還沒上來給我 等一下 還沒上來給我 要洗澡 要不上去 四早 要不上去 那太半 如果說 如果說學校 如果說學校 學校如果有五歲一小時的話 那你可以 台劇都還沒演耶 那麼早也睡不著吧 他在七點起床 晚上九點要睡著喔 對啊 所以八點半就放床了 很難做到吧 那到了青少年呢 青少年的時候大概是 8點5到9 也要超過八個小時 對 我跟各位講喔 這個數字真的是不要小看它 其實你們都除了剛剛 現在我們今天在講長高 但是其實跟腦袋也很大的關係 睡眠不足不只是長不高而已 其實整個這個學習的這個品質 看來他學習能力都會差很多 第二個問題就是以我兒子 現在的青少年 其實他真的沒有辦法睡到這麼多 你看他補完洗回到家已經十點半 然後洗完早弄一弄 十二點一點睡 早上六點十分要上校車 所以五點多就要起來了 根本就沒有辦法 對 這就是我在門診常常碰到的問題 這個孩子他已經 然後他不只是 身高的問題我想 我沒有辦法當場知道 但是他有過敏性的問題都沒有好 然後上課這個學習力也不好 然後專注力也不好 成績補了半天息還是拉不起來 我常常跟他們講說 你如果希望你的過敏好一點 你睡眠時間要拉長 他說醫生我看不到 就是浩然當你講的 我兒子前陣子眼睛痛到去看醫生 醫生跟他說 因為他長期他閉眼的時間太少了 對 都是眼睛都是睜開的 所以他眼睛才會這樣子 那所以像這種白天的那種午睡 稍微休息一下 有辦法 如果像我剛剛講 對 如果說他可以加起來 現在幼兒園很多兩小時 可是你看到了小學 國中 高中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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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準備好 五歲了啦 對啊 那我再講一個數字讓大家嚇一下 一個禮拜如果青少年 一個禮拜都睡不到八小時的話 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對 對 他的智商跟48小時沒有睡覺的人 是一樣的 蛤 就是你知道 把這樣的孩子跟48小時沒有睡覺的人 孩子一起拿去考試 他考出來分數是一樣 以前就有一次我跟我老公 就是隔天我兒子要考英文跟數學跟社會 那因為英文數學都已經複習完 還剩下社會 那時候已經十點多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上床睡覺 我說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男孩的賽 江南Style 我就讓他看 然後他們就邊看邊笑 你們知不知道那個啊 知道 知道 沒有他嘛那個 然後完了 就到睡覺的時候就作夢 睡不著 那個那一晚的睡不作夢 起來跳嗎